青衣由的士遭刷人包洩 事發於上週四的早上10時多 的士司機將的士停泊在青衣碼頭附近 接著前往公廁小姐 大返回的士後 發現司機位的車窗粉碎 車內三部總值約7000元的手提電話 以及背囊都被人偷了 整個過程只是一分鐘 58歲的的士司機報警求助 警方將案件列作車內盜竊 暫時未有人被捕 警方法規則